今天王志民主任在元宵佳節宴請立法會議員 王主任加為六位副主任和所有部長都出席 在席上議員和中聯辦各位官員都有很積極的交流 當然王主任致辭時說一國兩制是香港最大優勢 我想大部份市民都認同這件事 當然他講了三點看法都是用同心同鄉同行做的 第一就是維護特區憲制秩序上繼續同心同向同行 第二就是促進特區區良正善治上繼續同心同向同行 第三就是促進香港去共擔歷史責任去共享發展光榮上繼續同心同向同行 這些都是一會兒主任的稿 應該會分發給大家的 這個同心同向同行其實是對我們香港的整體的未來的方向 去怎樣找尋找尋方向都是很正確的 我們很希望是繼續造福市民 中聯辦主任說是一直是門上開人上載和市上辦的 是香港市民的好夥伴 主任亦都表示了 有些議員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夠來到出席五年 是叫我向他代為問候 我希望以後各黨派的立法會議員為了香港的長遠利益 和未來的發展能夠聘除成見積極 用善意回應這些邀請去走入中聯辦的大門 去加強立法會和中聯辦的溝通去增強互信和合作 我們希望大家可為市民服務 為香港發明做這個恭喜 我認為每個委員會會談論 各個公司坐在他們身邊 明顯,北部是最新的題目 我認為各個委員會會談論這個問題 後來,我認為各個委員會會答應 這次談論,北部的議員會有甚麼問題 他沒有說到失望 雖然有些議員沒有來 但其實溝通的門是繼續開的 希望大家聘氣成見 可以大家去積極交流 為香港市民去尋求福祉 黃主任,會有一個報告 香港不可以成為一個法律的真正地 或者法律之地 他們說明是哪些議員 我想你一看一看他發表的稿 會正確一點,因為我這樣說 好像不是太正確 我會中立一點 當然在大灣區裏面 有些甚麼可以做得到 我們會有些交流 但時間是不多的 我覺得其他黨友和議員 都會在未來的幾天 或者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都會繼續和各界 中聯辦去繼續交流 OK,好 你有沒有說到國民主黨 你有人看看哪個稿 我覺得最重要是 一國兩制那裏 怎樣去尊重 沒有,沒有 吃飯的時候沒有甚麼工作 OK